说起富豪一词 大家想到的除了马云 马化腾 就是李嘉诚 王健龄等人 但中国之大藏龙卧虎不知几何 例如赌王何鸿燊去世 便留下5000亿的资产 消失在富豪榜上的富豪不在少数 例如北京隐形富豪李小华 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是中国首富 此后 要求富豪榜不再报到自己 2011年后便消失于富豪榜 还有霍英东家族 仅在南沙的地皮就高达2000亿 大量资产都没有上市 中国的隐形豪门还少不了一个家族 来自香港的冯景喜家族 众所周知 李嘉诚 李兆基 郑玉彤 郭德胜创造了香港塞打豪门 其中 冯景喜和李兆基 郭德胜共同创办了新鸿基 新鸿基不用多说 针对上世界最大的地产企业 市值计3000亿港元 年利润超500亿 从利润上来看 万科 碧桂园 航大都望着莫及 香港最高的国际金融中心和环球贸易中心 都属于新鸿基 著名的上海国金中心 北京新东安广场也在新鸿基名下 由此可见 冯景喜的实力了 其之名不下于李嘉诚 李兆基 若不是其过早逝世 香港自用他更广阔的天地 冯景喜的童年可谓不幸 出生于商人家庭 本可衣食无忧 怎奈母亲早逝 父亲再娶 继母不待见冯景喜 趁着战乱将她赶出家门 冯景喜自此过上了流浪的生活 辗转到了香港谋生 做起了学徒 每天的工资是一毛钱 平静的生活没过多少 战争让冯景喜重新回到广州 几经流浪 冯景喜在一家金铺落了脚 靠着坚韧的性格与聪明的头脑 很快便受到了老板的器重 成了金铺经理 接触的人多了 见识广了 冯景喜也有了数于自己的眼望 她决定自己创业 冯景喜的创业之路 就如同她童年那般坎坷 承包酒楼 入不敷出 贩卖鱼苗 于此不说 差点还在海上翻了船 倒卖香蕉 却遇到海上风暴 香蕉烂了一船 尽管欠了一屁股债 冯景喜却没有消沉 想来想去冯景喜又干起老本行 不久之后便还清了债务 攒够本金后 冯景喜又去了香港 开了属于自己的金铺 也是在这里她结识了同样开金铺的李兆基 还有开杂货铺的郭德胜 三人都看好香港房地产前景 便合资成立了永业公司 三人成虎精通金融 谋算 且思维灵活 很快就在地产业混得丰收水起 被誉为地产三件客 这次他们决定干漂大的 于是新鸿基应应而生 最让冯景喜声明大噪的还是1967年 彼时时局动荡 香港地产大跌 大批香港人抛售房产移民海外 冯景喜看准时机 低价连入大批土地 房产 时间到了70年代 时局平稳后 手务大量地产的三件客 一跃成为香港最具实力的地产商 1972年 新鸿基成功上市 三件客也决定单干 冯景喜次子冯永祥留学归来 冯景喜当即创办新鸿基证券 并逐渐发展成香港最大的证券公司 在冯永祥的前显下 80年代初 冯景喜同法国百利集团达成合作 成功打入欧洲市场 与此同时 冯景喜同美林公司合作 冯永祥也去美林公做了两年 此后 冯景喜大举入股美林公司 成为最大股东 控股一度达15% 而后 美林同美国银行合并 也就是现在的美银美林 世界最大的证券公司 1982年 冯景喜成立新鸿基银行 很快便发展至16家分行 资产超42亿 1984年冯景喜因病去世 但他的金融帝国却没有没落 长子冯永发在加拿大创办了自己的企业 成为加拿大媒体大亨 作用加拿大最大华语媒体 次子冯永祥接手家族企业 成为香港股市的幕后大亨 2013年冯永祥以15.4亿全购大宝交赌场新托 2014年再次投资500亿建度假存 收购完成后 冯永祥宣布200多亿在澳洲兴建赌场 现如今 每银美林总资产过万亿美元 冯景喜家族所持有的股份价值超千亿美元 再加上其在香港 加拿大 澳洲等地的资产 被称为香港又一隐形豪门 也是名副其事 家族资产成迷 但隐形巨富妥妥的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女儿帮父亲赚了几百亿 孩童住了38年 父亲盖好别墅后 却没他的份 按照中国的传统 女儿出嫁之后 一般都不会再回家居住 不过也有一些家庭是例外 比如说香港豪门李兆基家族 李兆基是一个非常喜欢热闹的人 所以他的女儿李佩文出嫁之后 38年来还是一直住在家里 李兆基是今年的香港首富 身家超过了300亿美元 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之一 李佩文是李兆基的大女儿 她嫁给了浙江第一商业银行创始人的儿子李宁 李佩文跟李宁结婚之后 并没有选择住在李宁家里 也没有自己去外面住 而是一直跟父亲李兆基 还有自己的兄弟李佳杰 跟李嘉诚一起住在李家的大宅 这在中国社会中 其实是比较少有的 不过由于李佩文跟李宁 都在父亲的公司工作 也就不算太奇怪了 李佩文跟丈夫李宁 都是李兆基的得力助手 李佩文多年主导 横击地产的祖领部门 一年可以为父亲赚几十亿 三十多年 李佩文至少帮父亲赚了几百亿 李宁则是为李兆基打理香港 小伦等公司 多年来 也为李兆基家族立下了汗马功劳 李兆基之前一直都住在香港会院 他们住的这个小区 一套顶级富士四层豪宅里面 总计的面积高达一千多平方米 不过住这么多人 其实还是十分拥挤的 因为单单是李佩文 李宁一家就有六人 另外李佳成跟徐子齐 也有四个儿子 另外李佳节虽然没有结婚 但是也有三个儿子 算起来这个房子里面 也住十几二十人 其实大家也没什么私密空间 不过李兆基十分喜欢热闹 所以大家也是一直住在一起 不过李兆基早就知道房子不够住了 于是在2010年花了18.2亿 跟李佳新的公公徐世勋 买下了一块山顶的地皮 用来兴建三栋别墅 经过了十年的建设 这次花费几十亿 拥有三栋独立别墅的巨型豪宅 已经即将竣工 但是对于李佩文一家来说 确实不太公平 虽然说李佩文是女儿 但是也为李兆基家 兢兢业业付出了三十多年 也在父亲的身边陪伴了三十多年 不过去年父亲分家的时候 李佩文跟丈夫李宁 就没分到什么 李兆基把自己的资产 平分给了两个儿子 两个人共同认联主席 今年李兆基家族分别墅的时候 李佩文跟丈夫依然没分 等到山顶豪宅竣工之后 李兆基自己住一栋 李佳洁住一栋 李嘉诚住一栋 李佩文跟李宁就没分了 李佩文只能选择继续在老房子居住 不过这栋老房子 这是李兆基租下来的 而不是买下的 如果是买的话 现在这栋豪宅 现在市值至少五个亿 这个房子的开发商 就是李兆基的公司 房子开发好之后 李兆基就一直跟自己的公司 租这套房子 一住就是三十多年 每个月的租金是六十三万元 由于房子的产权不是自己的 李佩文继续在这里住 意思也不大 因为房子始终不是自己的 自己还得继续跟公司租 李佩文有三个女儿跟一个儿子 她的女儿跟第二个女儿 都已经毕业 而且也加入了家族公司 不过目前都不是担任要职 其实李佩文也做好了准备 她跟丈夫去年就花了 八千九百万跟九千两百万 在香港连续买下了两套豪宅 为自己一家准备好退路 虽然两套豪宅都是敬意 但是比起父亲盖的这栋别墅 就不算什么了 李兆基买下的这块地皮 屋于香港的顶级富人区 山顶白家道 可以仰望到整个香港 维多利亚的风景 单单是车库就花了四亿修建的 足足可以容纳十八台汽车 豪宅建设加装修 已花了十年的时间 算上地皮总计耗费了几十亿元 建成之后 将成为香港的第一豪宅 其实李兆基一直以来 还是重男轻女 这一点从他拼命 让许子去生孩子就可以看到 大儿子李佳杰生了三个儿子之后 他也马上把李佳杰提拔为接班人 这一点上 香港的富豪 只有何鸿山做得比较好 愿意选择女儿来当接班人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